哈囉,大家好,我是以色列之友聯盟在台灣的台灣志工代表黃宇恩 那我現在在哪裡呢? 我現在其實在我家樓下的地下室啊 因為呢,剛剛在女兒去上幼稚園 那回家的路途呢,就是一直聽著我們這次愛以貞呢 會演唱的一些歌曲 聽得非常的感動,就有感而發啦 還沒上樓,我就先先錄個感恩的影片給大家分享 哇,其實這一次真的是經歷很多的奇蹟啦 特別是在這個募款上面 大家不要看說這個募款好像很慢對不對 我們要募資350萬,好像跑得很慢 但是呢,這個跑得很慢並不是奉獻的人很少 而是有一群人,1000塊1000塊2000塊3000塊 啊,1萬塊2萬塊,小額的奉獻 每天就是這樣子,幾千 啊,幾萬塊,這樣子好幾筆進來 他跑得很慢,但是很多人在奉獻 所以就可以看到這整個 這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 就是有一群人,他把他的小額奉獻拿出來 這我非常的感動 那幾天前也聽到一個見證 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就是有一個姐妹呢 因為她是一個學習妥拉的 什麼是妥拉呢? 就是猶太人他們每周會照著這個摩西五經 就是聖經當中的前五篇嘛 摩西五經創出立民生 他會照這個進度在讀 結果呢,應該是幾個禮拜前 他剛好讀到那個出埃及記 那個時候呢,神要以色列百姓 要把他們的禮物献出來 然後要建造會墓 要建造會墓 然後呢,有一個金姐就講到這個 婦女們聽到了就很興奮 就趕快把她的手勢啦 她的一些調式 就把她捐獻出來 然後交給這些執行的單位 然後呢,這個姐妹呢 她就看到了這個經文 哇,她就非常的感動 她說我也要照做 並且參與在這個愛以珍音樂會的捐款當中 她並不是非常富有的 她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而且收入也不是說非常的多 結果她竟然怎麼樣 她就跟她先生就說 欸,那個 我要去把我的那個 嫁妝當掉 把她的嫁妝當掉 所以她就去把她的那個 那個金事 把她的金事拿去當 坦白講也沒有多少 沒有多少錢 但是她的那個心智 她拿去當掉 然後就奉獻到愛以珍當中 其實我聽得非常的感動 那像其實 感謝神呢 就是我的兒子 在今年4月10號出生 就上個月而已 那個時候 因為有些人祝福我們嘛 就是也會有一些 祝福孩子的紅包 我太太也是 她就說奉獻 奉獻到這個愛以珍當中 我們一定要參與 因為這是在 關鍵的時刻 我們要進入關鍵的地位 那這只是 兩個小見證而已 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大概這樣子 一筆一筆 小額的奉獻 就奉獻進來 其實我真的是 非常的激動 非常的感動 所以現在我們的 愛以珍的籌款 大概準備要破一半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 倒數 進入倒數了 在大概一個禮拜 這個音樂會就開始了 所以真的也鼓勵大家 一同的來參與當中 參與在當中 我覺得這個是會很激動的 就是一群人 一直奉獻小額奉獻小額奉獻 最後達標 達標 然後好像集氣 辦成了這個音樂會 然後把這個聲音發出去 把這個聲援以色列 把這個愛與和平 真實的愛 真實的和平的聲音 發送出去 這真的是會非常非常的感動 那也非常感謝各位 來填寫這個表單 填寫以色列自由聯盟 在台灣的表單 來表達你的支持 哇我看的非常的感動啊 裡面竟然有大概12到15個國家 都填寫表單 裡面有除了台灣的 有中國的 有美國的 有還有非洲的 加拿大 紐西蘭 土耳其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澳洲 還有好多國家 好多國家的人填表單進來 雖然說他不能參與現場 但是他一填表單 然後他可能奉獻 那他也為我們 祈禱 為我們祷告 其實我們看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動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 真的進入最後倒數的階段了 讓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集結 全台灣 全世界 草根的力量 特別在這樣一個反遊浪潮崛起的時候 我們站立在一起 我們站立在一起 我們不僅並肩作戰 我們也在這麼黑暗的時期 這麼艱難的時期 我們面對這些恐怖主義 我們與以色列一同站立 好 那我們5月18見 拜拜 我們勞 finance 好 我們一起去 我們 chat 寍 點 點 独 Ti 點 點 點